3月18日第六届亚洲电影大奖记者会在香港某酒店举行 此次颁奖嘉宾由许久未露面的张庆初来担任 现场他向记者坦言很希望电影陶姐能获奖 自从完成电影唐山大地震之后 张庆初就暂停了工作去纽约游学 近日谈及词他表示以往工作太过密集 迷失了自己所以需要时间好好调试一下 其实主要的是唐山大地震拍完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情绪都一直不是特别的高涨 然后也会觉得之前的工作其实有一点太密集了 就会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觉得走丢了一样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就打算停一段时间 可能再重新的学习啊 然后调整一下脚步啊 那现在经过了一年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好多了 所以接下来应该会工作会多一些 然后每年争取能有一两部的电影带给大家 另外谈及很早众多奖项的影片陶姐 张庆初表示很喜欢 而谈及文艺片与商业片时 他则称文艺片比较注重片中人物的精神 所以这样的电影会更让大家印象深刻 文艺片是真正的能让大家 关注这个人物 关注这个人物的命运 那商业片很多 他因为有很多的 比如说故事要精彩啊 然后又要加很多可能让大家喜爱看的元素 比如说动作啊 比如说大场面啊 那可能这些就必然的就会 让演员在电影里发挥的空间可能会小一点吧 那文艺片就可能更关注个体的生命嘛 所以当然文艺片是让大家印象会更深刻的 就像我觉得后人可能我估计大家 也不会是那种很popular的 因为他不是商业片 那可是我觉得演员 能遇上这种电影是真正的幸运吧